第一步咱们先把地磁的探测环给开出来 地磁的宽度一般开在80-1米之间为最佳 长度一般以路面宽度而定 探测环的宽度一般5-8mm,深度30-50mm 线权切在控制箱的垂直正下方,方便走线 开始走线,从控制箱下面开始走线 预留出控制箱到地面这段距离的线 然后开始顺着咱们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线杀开始走线 感应线顺着线杀绕线4-5圈 长绕4-5圈以后,地感线重合到起始的位置 埋好地感线以后,用水泥或沥青浇管结实,防止松动 地感线引出后,这两根线双角 引出的地感线到空箱这段距离不要太长 下面开始接线,1号,2号,3号,4号线 开始接1号,2号线 然后把它接到控制箱的闸电源上面的LN上面 下面开始接3号,4号线 3号,4号线一根接在雷达上面 然后另一根接在公共端 然后7号,8号线接咱们地感线上了双角的这两根线 然后接在7号,8号上面 所有线接好以后,把两个插合在一起 最后实验一下咱们的门开关是否正常 四个月 就是这一根线接咱们的输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